前不久一支续军小队偷渡右发拉底河,试图进入库尔德控制区打击恐怖分子,但被库尔德武装发现后,随即招来美军战绩空袭,续军损失惨重。 这一事件除了表明库尔德武装,不允许续军人止其控制的产流区外,似乎并未对双方目前的谈判构成多代影响。 库尔德武装正陆续向续军移交部分控制区,近日,库尔德武装联合主席埃尔达尔哈利勒表示,库尔德人愿意与政府军一起通恐怖组织作斗争,并将土耳其军队从相关地区赶走。 这表明,在土耳其军队的强大威胁下,库尔德武装已经与叙利亚政府军即将联手,不仅要阻止土军的进一步蚕食,还要进行反攻。 至于赶走土耳其军队后,如果能的话,叙北部是由库尔德武装控制还是叙利亚政府军控制则没说,很可能彼此之间还是要爆发一场大战。 从叙利亚内战的情况看,库尔德武装的主要敌人,除了伊斯兰国武装,就是土耳其军队及其盟友。 虽然叙利亚政府军与俄罗斯雇佣兵,伊朗武装不断试图进攻库尔德武装,以控制该国主要的产油区,但库尔德武装仅仅是防御作战,没有表现出对埃萨德政权的明显威胁。 库尔德人要求的,仅仅是保持自己的自治权利,没有表示要控制叙利亚。 更别提下伊拉克库族控制区那样独立建国的企图了。 土耳其军队刚进入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,虽然其主要打击对象是库尔德武装,但叙利亚政府不断发表强烈抗议, 谨责土耳其军队的野蛮入签,可怜不少乌军群众还以为土军的到来,是帮叙利亚政府的。 事实上,为了逼叙北部的叙军撤军,土军在攻击叙军少所,和看守原额军基地的叙军官兵的时候,毫不手软,多名叙军官兵死伤。 如今,库尔德武装即将被从曼比纪赶走,以库尔德武装的力量,根本不足以对抗去北部的土耳其军队,美国不支持其政策。 而叙利亚军队也没有了库尔德武装作为缓冲,需要直面土耳其军队。 现在,是南部的续军队,不断调往续北部,推测很可能会发起伊德利部战役。 续军的行动,很可能不会获得俄军的强力支持,实力本来就不足,与库尔德武装联手已增加保险系数。 至于赶走土军后如何分配续北部地盘,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